俄羅斯一個飛機場和工廠再次遭到無人機襲擊 在過去兩天來,俄羅斯領土連續第四次遭到攻擊 莫斯科就指責是烏克蘭所為,但是機庫就沒有官方承認 陳文立的報導 鄰近俄烏邊境的一個俄羅斯機場,星期二受到無人機襲擊 今次是過去48小時內第三個被襲擊的俄羅斯機場 另外還有一座俄羅斯工廠也受到無人機襲擊 這些襲擊造成三人死亡六人受傷 莫斯科聲稱是烏克蘭策劃的攻擊 試圖摧毀俄軍轟炸烏克蘭的遠程轟炸機 機庫官方至今未有承認對事件負責 但是總統發言人在社交網站上嘲笑俄羅斯說 你們對其他國家發射的物件 早晚有一天將飛回去你們自己的上空 因為地球是圓的 不過有烏軍官員就向傳媒透露 確認是在烏克蘭境內發射 俄羅斯境內有特別行動小組做內應 協助完成攻擊 其中一個襲擊地點距離莫斯科只有不到200公里 襲擊暴露俄羅斯國防安全嚴重漏洞 唯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